你是那样拉风的男人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 我这么帅 你那样的鲜明 那样的粗壮 你那忧郁的颜色 这一辆的脑门子 一米二的大长腿 还有你那风骚的身姿 都深深的迷住了我 不过 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 但是行有行归 不管怎么样 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呀 叫女人难道不用给钱吗 我以为凭我们的交情 可以讲点感情 没想到还是一笔买卖 你等一下啊 我借到钱就给你 天地为物月亮为主 盖有肚皮 糖有脊梁骨 空空 你能借点钱给我吗 行 等我回家跟你朋友商量一下 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对呀 所以没得商量 我操 居然敢跟我糖豆豆玩段子 隔壶一风之音的时候 你他妈还在五行山呢 救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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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我三千块钱 应应急 我卡里只剩两千七了 不如你先借三百给我 我凑三千一起借给你 兄弟别闹了 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真有急用 你他妈连三百都不借我 那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三千 好好好 就给你三百 赶紧把钱借我吧 你要三千是吧 就借这点钱 我没有零钱啊 你家的钱是 天地银行的吧 三千太少了 我先给你转十万吧 卧槽 兄弟 你现在这么富裕吗 在哪高救啊 高利贷呀 再见 你 你不用说话 我知道你一定是缺钱了 来找我借钱的 我 我知道 我们这么好的关系 没钱了尽管和我说 只要我有空 就会好好给你讲讲 没钱的日子 我是怎么度过的 你看我都瘦了 你 我上上个月公司高 我吃啥狗吃啥 上个月公司低 狗吃啥我吃啥 这个月我要吃狗了 我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借钱给朋友 不仅可能是去板金 还有可能是去抛销 为了我们的友谊着想 我只有忍痛不借给你了 我 给你也不要脸是吧 说了不借 老鹰欠你的呀 来人哪 给我打出去 懂得要快 紳士要帅 还没有关注一封之音呢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试像呢 赶快拿住手机 点击订阅按钮 长得帅得美得都关注了 声言的是怎么回事啊 二张 你他长得意大利胖的 给我拉他